我们现在讲解字符设备驱动程序的第三节 console.c console.c 是比较长的一个程序 这些所有的子程序 都是为了实现中端屏幕显函数 console.write 以及进行中端屏幕显示的控制操作 当往一个控制台设备执行写操作的时候 就会调用console.write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管理所有控制字符和换码字符系列 这些字符给音乐程序提供全部屏幕管理的操作 所实现的换码系列是VT102终端的 这意味着当你使用TileNet连接到一台非Linux主机的时候 环境变量应该有Term等于VT102 函数console.write主要由转换语句构成的 用来每次处理一个字符的有限长度的状态 在自动转移序列的解释 在正常方式下 显示字符使用当前的属性 直接写到显示内存当中 我们这个函数呢 会从这个终端TTY Stark的结构 在这个写缓冲队列 writeQ 当中取出这个字符还有 或者是字符的序列 然后呢 根据字符的性质 它是普通字符或者是控制字符 转移序列或者是控制序列 根据这些性质呢 把字符显示到这个中端的屏幕上 或者呢进行一些其他的操作 比如说光标移动 字符清除等等一些操作 还有一个比较中端的函数呢 是console init 它是这个中端屏幕的 措置化的操作函数 它会根据系统 措置化时候 获得的这个系统的信息 设置有关屏幕的一些 基本的三数值 用来这个console write函数的操作 下面呢 我们就对代码呢进行讲解 首先我们看这些 Original X 我们知道在那个setup.s当中呢 我们曾经取过一些参数 放到了0x9000这个位置 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位置的参数呢 我们就取过来 我们呢在程序各个字函数当中呢 可能会用到 Original X呢 它就是初始的光标的列号 它在哪一列 Original Y呢是行号 Original X 这个是显示的页面 MOD是显示模式 COLUM是字符的列数 LAND是显示的行号 BX是内存大小和产生模式 CX是显示卡的特性参数 然后下面这几行定义的是显示器的单色或者彩色显示模式的类型的符号常数 单色文本定义成了0X10 CGA是0X11 0X20是EGA或者是VGA的单色 0X21是EGA或者是VGA的彩色 NNPL是转移序列当中的最大的参数的个数 Keyboard Interrupt 这个是键盘中段的处理程序 我们在这个keyboard.s当中 我们曾经提到过 以下这些static的这些静态变量 是我们以下的 我们这个程序当中的各个子函数 要用到的一些相对于我们这个程序来说的 这个子函数的一些全局变量 我们看它代表着都是什么含义 这个videotype呢 代表着使用的显示的类型 column是屏幕的文本的列数 这个ro 是屏幕每行使用的字节数 line是屏幕文本的行数 page 出示显示显示的页面 memory start 是显示内存的起始的地址 按的就是它的这个显示内存的结束地址 port register 它是显示控制器的索引寄存器的端口 portvideotype 它是显示控制数据这个寄存器的端口 video erase character 它是擦除字符的属性 以及字符 它是0x0720 origin origin呢 它是用来这个 EGA或者是VGA呢 快速转平的 它是 卷平的这个 起始的内存的地址 screenend 它是滚平末端的内存的地址 pose 而是这个光标 所对应的这个 我们在显示内存当中的是那个位置 xy 分别的代表的就是 在当前的列号和行号 就是在屏幕上的位置 top bottom 是滚动的时候 顶行的行号和底行的行号 state 初始化呢 给它默认设个0 它用来在这个 nsi转移字符序列 代表它的状态 npr和pr npr 这个分别呢 代表的就是 npr呢 代表的是 转移字符序列 这个参数的个数 pr呢 是转移字符序列的 这个参数的数组 qes 给它了一个初始化 指令 它是说到 问号 字符这个标志 attr attribute 是字符的属性 nx07表示的是黑点白字 这个是系统风鸣的函数 我们在后面 这个原代码的后面 我们可以全解到 define response 这个代表的是呢 是一个 csi csi呢 是控制字符的 这个inama 表示的是这个 主机呢 通过发送 不带参数 或者是呢 参数是零的 这个设备的属性 控制序列 要求呢 中端应答一个 设备属性 这个控制序列 中端呢 我们就发送 这个序列 来响应主机 它代表的是 esc 方括号 左方括号 1 分号 2 c 表示呢 中端的是 高级的视频的中端 我们首先看 我们接触到的 这里定义到的 第一个函数 go to x y go to x y呢 它是 当前跟踪呢 要去到 去 xy 就是我们要 杠杆的这个 x和y这个位置 x呢 是光标的列号 y呢 是这个 new y呢 是这个 对应的 行号 我们看一下 这个函数呢 是怎么定义的 我们首先看一下 new x 它是不是大于这个 video number column x我们知道代表的是 列号 看它这个列号 是不是大于我们 这个系统 当中所能 最大就是 所能就是 拥有的最大的列号 我们只能呢 有这么多列 它如果大于呢 那说明这个 new x 是不对的 还有 行号 如果大于我们 这个显示的行号呢 那么说明也是有问题 它就直接返回了 如果这个行号 和列号都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就把 new x 和new y呢 附给我们前面定义到的 这个全局的 x和y 现在这个x呢 和y呢 就是我们新的 在屏幕上呢 行号列号 我们这个行号列号 对应的这个内存的地址 我们看一下是哪 我们呢 要把这个行号列号 对应这个显示内存的位置呢 给它计算出来 是original original呢 是我们这个 显示内存的起始位置 然后我们把这个 y 乘以video size ro y乘以这个 行号 再加上呢 x x是列 列除以2 因为呢 它这个一个列呢 用两个字节来表示 所以要除以2 左翼一位 y乘以video 这个size row呢 因为y是从0开始计数的 所以这个呢 正好是我们 定位到的 那个内存的位置 好 我们接着看下一个 是 set origin set origin呢 它是设置滚平的 起始显示内存的地址 首先呢 我们向这个 videoport register呢 输出12 用它来选择这个显示 控制数据 寄存器 22 然后呢 把这个 写入卷平的 这个起始地址的 高字节 又以9位 又以9位的含义呢 是先又以8位 再除以2 因为一个字符 是用两个字节表示的 它就表示 又以8位之后呢 再又以1位呢 就是总共又以9位 然后把这个高字节呢 放入到这个 转口当中 然后我们再 把这个 把 选择这个 控制数据寄存器 23 写入了这个 卷平起始地址的 这个D字节 向右以1位 也是同样的道理 因为一个字节呢 一个字符呢 占用两个字节 ScreenUp ScreenUp呢 是向上 卷动一行 它是讲这个 屏幕这个 滚动区域当中的内容呢 是向下移动的一行 并且呢 在这个区域顶端呢 出现的这个 新行上呢 就是会 添加空格字符 滚平这个区域呢 必须起码是两行 或者两行以上 我们看一下 它具体的实现 它的实现过程呢 首先是 我们判断这个 显示卡的类型 我们看一下这个 它对 EGA和VGA卡呢 它的操作和这个 MDA的操作方式呢 它是不一样的 是分别处理的 我们首先看一下 它是EGA 或者是VGA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先进行这段程序的处理 如果这个 起始行呢 是TOP是等于零的 或者是这个 最底下的一行的BOTTOM呢 它是等于这个 我们最大能 显示的这个行数 那么表示呢 我们整个屏幕呢 都向下移动 于是呢 我们就把整个 这个窗口的左上角 对应的这个内存的位置呢 Origin 调整为向下 移动一行 对应的这个内存的位置 VDA SIZE ROLE 我们加上一行这个地址 所以就是 把它加上 ROLE 然后再复给ARRAGE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POSE 相对于内存的这个位置呢 我们也要轻易的做改变 而我们这个 Screen AN的这个位置呢 也要向下移动一行 也要做 把这个Screen AN的 再加上我们这一行的 这些字符 这样就构成了我们 新的要显示的这个 这么多的数据 然后我们再接着判断 我们这个Screen AN的 是不是超过了 我们这个显示内存 所能实际的这个 这个使用的范围 如果超过范围呢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看一下 这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输入 是什么 这个 付给EAX当中的呢 是 擦除字符 CX呢 是我们这个 VideoNumber Line 就是说 VideoNumber Line 是我们前面定义的 我们看一下 表示呢 我们 VideoNumber Line 是我们 屏幕文本的这个 行数 我们这一屏呢 能显示多少行 我们把这一整行呢 乘以这么多列 然后又一位 就是我们这个 要移动的这么多的字节数 就是这一整屏呢 这个多少字节 我们计算出来 然后把这个 显示内存的起始位置 付给EDI 然后 我们这个屏幕的 开始这个 这个位置呢 付给ESI 我们把这一整屏呢 都给它移动到这个 显示内存的起始的位置来 再做操作 上显示之后呢 我们底下会空出一行来 空出一行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把VideoNumberColumn 就是我们这一行当中的列数 付给了这个 ECX 我们再把这个ECX 最后这一行呢 给它添入空格 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在这样操作之后呢 我们要重新调整 ScreenEnd Pause和Origion 如果这个ScreenEnd 是没有大于我们 我们能够显示的 这个内存的区域的时候呢 我们只是呢 只要把这个最后这一行 我们要给它写 添上这个空格字符 就可以了 这样呢 就完成了我们这段的操作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新的滚平 这个内存起始位置 Erigion呢 插入到这个显示控制器当中 否则呢 我们看 就表示的是呢 不是整平的移动 那么 表示从这个指定行 这个top呢 开始到这个指定 这个bottom区域当中 所有行呢 向上移动一行 我们看 首先 AX当中是擦除字符 ECX呢 是我们这个 要移动的范围 是 这个我们指定的这个bottom 减去指定的top 再减去1 乘以我们这个列数 再乘以2 这就是我们 要移动这个的 字结束 把这段区域 指定的这段区域呢 上向移动一行 这个就是我们的用的 ESI和EDI的这个 行号 ESI呢 始终比这个EDI呢 多一行 是下一行 EDI呢 是上一行 移动完之后呢 我们就是 最后那一行呢 我们把它 给它清除 就是用空格呢 给它占位 这是我们一行 用的字符数 然后 进行把这个 EDI当中的 这个内容呢 给它清空 就可以了 这个else 对应的是这个else 这个if 它到这了 说明呢 我们显示的类型 不是EGA 而是呢 MDA 那么我们就 执行这段 的操作 因为这个MDA 这个显示控制卡 只能是 整屏的滚动 并且呢 会自动调整 超出显示范围的情况 所以呢 不用对这个屏幕内容呢 对应的内存呢 超出这个情况呢 进行处理 这段段吧 我们看跟前面 就很类似 把这个整个屏幕呢 指定的 或者是整个屏幕呢 那段区域呢 我们进行移动 移动完之后呢 最后的一行 我们给它贴上 擦除字符 这个就是MDA的 执行情况 接着ScreenDone ScreenDone 跟这个ScreenApp 是很相似的 我们首先呢 也是要判断 这个显示的类型 判断显示类型之后呢 我们首先呢 就是EGA VGA的情况 然后就是MDA的情况 我们看这个操作呢 跟前面的操作 都是一样的 移动一行 向下移动一行 然后呢 控除的那一行呢 我们也是用控 而给它填上 我们这个ScreenDone呢 就 因为它的含义 都是一样的 就不讲解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LF LF呢 它实现的是光标的位置 下移一行 我们看一下它是怎么实现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个Y呢 它是不是在最底下 Y加1如果这个 小一Bottom 那么说明呢 我们这个 这行呢 这个Y这一行呢 我们 不是在 这个Bottom 这个位置 我们就把Y 下这个行号呢 下移一行 然后我们这个 调整 我们在内存当中的这个 这一行呢 对应的位置 然后返回 如果是 已经在最底下那一行 那我们就 执行一个ScreenUp RI 它实现的功能是呢 在 同一个列上 上一一行 刚才是下一一行 它表示呢 是上一一行 我们还是先测试一下 它是不是在top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在顶行 如果是不是在顶行呢 我们就 把这个 行号呢 给它简易 然后呢 在相应的内存的位置呢 把它 置位 Pose呢 要减去这一 这些 自结束 然后呢 返回 否则的话呢 我们就执行一个ScreenUp CR CR实现的是光标呢 回到我们这一行的 首位 就是说 第0列 我们现在只是 CR CR呢 代表的是回车 但是我们没有换行 X乘以2 乘以2的含义呢 就是我们占用的自结束 Pose减去这么多自结束呢 就是这一行的这个 首地址 接着我们看 DL DL呢 是删除光标之前的 一个字符 我们看 这个X呢 我们先看 如果是不是在 第0列 如果没有在地0列呢 我们就进行操作 首先呢 后退两个字节 把X 减减 然后呢 把这个Pose位置呢 我们要 要 进行先用的处理 这样呢 我们删除的那个位置呢 就留下了一个空格 然后 CSI 接 CSI 接呢 是删除屏幕上 与光标位置相关的部分 它是代表 就是说 处理的是 这个控制序列 NSI的控制序列 这个ESI ESC 左方括号 开头的 接结尾的这个 控制序列 ESC 左方括号 N接 这个序列 这个N呢 去零的时候呢 是删除光标这个位置 的 这个屏幕的底端 就是从光标位置 一直删到底端 如果N等于1呢 删除这个屏幕开始 到这个光标这个位置 如果等于2呢 就是把整屏都删除 我们看一下 它是怎么实现的 把这个Count Start呢 设置为计算机变量 尽可能呢 安排在CX和DI当中 把他们放置在这里 这个PR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ESC 左方括 N接当中的N 我们看一下 这个N的取值 N等于0的时候呢 我们要 删除光标 从光标到 屏幕底端的 所有字符 我们看一下 Count等于 ScreenEnd 键Pose 右一位 这么多字符 Start等于 这个Pose 这个位置 直行 把这两个Count 和这个Start 你知了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 使用这段代码 我们看一下 怎么实现的 Start 是Pose 这个C是Count的值 这个技术值 然后这个Pose 是我们在内存当中的 这个位置 A呢 是我们的擦除字符 RDP 把这个AX当中的 这个内容呢 循环放到 这个DI当中 循环的个处呢 是我们从 这一屏幕的 最右下角的 这个位置的 字符 减去我们当前的 这个位置 这个当前位置呢 就是光标这个位置 中间的这些字符 都可以用这个 空格呢 给它占上 被删除了 如果是1的话呢 我们这个 表示的呢 就是从屏幕开始 到光标这个位置的字符 都被删除掉 那么呢 我们这个Pose呢 就要减去Arrigin 然后Start 等于Arrigin 也是进行同样的操作 然后是 Case等于2 就是说Pr2.2的时候呢 就是删除整平 我们整平的这些技术值 然后呢 Start 我们在内存的起始位置 也是进行同样的操作 然后接下来 我们再看CSI-K 它是实现的功能呢 是删除一行上的 与光标位置有关系的部分 它实现的是呢 这个NSI的转移字符序列的 当中的ESC 左方公号NK 这个序列 这个N呢 等于0的时候呢 删除到行尾 一呢 是从开始删除 二呢 是整行都删除 这个Pr呢 我就是N的取值 我们看一下 在Pr等于0的时候呢 是删除光标 到行尾的所有字符 我们首先判断一下 这个列号呢 是不是大于我们屏幕 实际上就所拥有的 这个列号 是不是大于呢 那就是不对的 不则我们呢 把这个 从这一行的一列的结尾呢 减去这个X 当前的所光标所在的列 把这么多字符 删除掉 然后呢 这个位置呢 内存的位置呢 是在Pose当中 付给Start 然后呢 实行的就是 把它清除的工作 这个清除的工作呢 从上一个 是一样 在Pr等于1的时候呢 删除的是 从这一行开始 到光标位置的字符 是呢 Pose 减去 X 乘以2 然后呢 Count的值呢 我们看一下 Count我们看一下 X是不是 在这个列呢 是小于这个 我们所能实现的列 如果是小于呢 我们就用X 如果是它大于 这个列数呢 我们呢 就取了 我们能实现的 这么大 最大的列数 在Pr等于2的时候 我们是将 把整行字符都删除了 然后我们接着看下一个 CSIM 它实现的是 设置显示字符的属性 它实现的是 这个ESC 做方关号 NM这个转移次序列的 这个N等于0的时候呢 也就是 默认着属性 1呢 加粗 4呢 是加下滑线 7是反显 27呢 是正显 我们看 它实现的呢 是一个循环 把这些属性值呢 复给ATTR 从1到NAPR 然后呢 我们就判断 然后进行 相应的复值 然后我们再 SetCursor 去设置显示光标 这个设置显示光标呢 它 是根据这个光标 对应的显示内存位置 POSE 显示这个 显示控制器光标 在它的显示的位置 首先呢 我们选择这个 数据计算器24 高字节 放到这个 PotVL当中 然后低字节 放到这个P-L当中 接着看我们这个 Respon Respon呢 这是发送 对这个VT100的 这个响应系列 也就是呢 为响应这个主机 请求终端呢 向主机发送 这个设备属性 这个设备属性呢 叫DA 主机通过发送呢 不带参数 或者是参数的 0的 DA这个控制序列 就是比如说 ESC 左方号 0C 或者是ESZ 要求呢 中端发送一个 设备属性的控制序列 中端 那么就会发送呢 我们前面定义过 那个 ESC 左方号 问号 然后1 分号 2C 来显应这个主机的序列 这个序列呢 告诉主机呢 我们这个中端 具有高级的视频功能 VT100的兼容中端 处理过程呢 是把应答序列呢 放入到这个 缓冲地裂 当中 使用这个CopyCook 处理 之后呢 放入到这个 辅助的缓冲地裂当中 这个Response 是我们前面定义的 这个转移序列 然后呢 把这个字符呢 逐个放到这个 读对列当中 然后 用Copy to Cook Insert Character 它是在光标这个位置呢 插入一个空格字符 它把这个光标开始 这个地方的所有字符呢 又一格 然后呢 插出这个字符 插入光标所在这个位置 这个Video Erase Character 是这个插出字符 加上属性的 这个Pose呢 是光标对应的这个内存的位置 然后呢 我们看 进行的这个 这个交换 首先呢 把这个 P 新P呢 付给TMP 然后P呢 等于这个 字符 然后 然后O的等于呢 TMP 这个值 然后P++ 这样呢 一直呢 进行 我们插入的这个 操作 插入之后呢 就是说把所有字符呢 就都用一格 通过这个数组呢 来实现的 通过数组的指针 然后 我们是看一下 Institline 它是在光标这个位置 它插入一行 我们首先呢 保存这个 Top和Bottom 就是我们预先的这个 开始一行 和最后一行的值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Top呢 付给Y 我们就说 要插入那个一行 那个位置 Bottom呢 就是 VideoNumberline 就是从屏幕卷动开始呢 开始行和结束行 然后我们就开始 实行一个 线下滚动一行的操作 然后我们把这个值呢 再给它复位 Delete Character 就是它 这个是删除一个字符 删除这光标位置的这个字符 这光标右边的所有字符呢 是 左翼一格 它的实现呢 跟右翼一格的 方法呢 有点类似 我们看一下 如果它移动的 位置超过了 我们屏幕显示 能显示的最大的列呢 那么我就返回了 否则呢 把这个光标右的所有字符呢 左翼一格 行P等于 就是说 当前位置等于 它下一个位置的值 然后呢 一直循环下去 最后一个字符呢 我们付给它一个空格 就是最后呢 它是空了 Delete line 删除 光标所在的行 我们写示 首先保存这个 我们原先的值 Alt Top和这个 Alt Bottom 然后呢 我们要移动的位置 Screen Up 恢复过来 跟前面那个很相似 接下来是 Csi At 它实现的是呢 在光标 这个位置处呢 插入 Nr个字符 这个转移区列呢 代表的是 Csi At 代表的是 Esc 左方文号 Nat 这个转移区列 我们看一下它的实现方法 如果插入的这个字符数呢 大于一行的这个字符数 也就大于这个列数了 那么呢 我们把它呢 设计为最大的我们实现的列数 如果插入的字符是给为0呢 我们就插入一个 把这个插入符号的字符呢 设置为1 比如说插入字符数是1 然后呢 循环的插入字符 Csi At 是在光标位置呢 插入 Nr个行 它实现的是 Esc 左方文号 Nl这个字符数 这个转移区列 这个控制区列呢 在光标这个位置呢 插入一行 或者是多个空行 操作完成之后呢 光标位置是不变的 当这个空行被插入的时候呢 光标以下的 滚动区域内的行呢 向下移动 滚动出 这个显示界的行呢 它就丢失了 我们也看一下 它的验证一下 首先它的列数是多少 是不是大于这个 我们实现 能够实现的 如果大于呢 我们就是把它 设置为 我们能实现的最大值 如果是为0值 那么我们就插入一行 那么我们就插入一行 然后呢 根据这个按按值呢 我们插入行 接下来呢 我们看 CSIP 它是删除光标这个位置的 NR个字符 它实现的是转移序列呢 ESC组方号NP 这个转移序列 这个转移序列呢 它是从光标这个位置的删除 NR个N个 就是说字符 我们看一下它的实现 如果删除的字符数呢 大于一行的这个字符数 那么我们就把它限定为 我们能够一行实现的最多的 那么多字符 也是一样 然后如果是0呢 我们只是呢 删除一个字符 根据这个字符数 我们循环删除字符 然后CSIM 它实现的功能呢 是删除光标色彩处的NR这么多行 也是一样 我们看一下 操作呢 过程都是很类似的 它这个转移序列呢 就是ESC组方号NM 这个转移序列 这个转移序列呢 它是在滚动的区域内 从光标所在这个行开始呢 删除以后的多行 实现这么一个功能 这个C5的X和C5的Y呢 也是一个外部的 对于这个 这个函数呢 是外部全局的变量 它是用来保存 这光标的行号和列号的 我们看SaveCursor 把这个当前的光标的位置呢 保存起来 RestockCursor 也就是把这个 我们再去到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就讲到 我们这个ConsorRate了 ConsorRate的 有一个TTYStrag的 这么一个结构的指针呢 是最为参数的 从 它是实现的是 从中端对应的这个TTY呢 在斜广场对立当中呢 取字符 针对每个字符呢 进行分析 如果是控制字符呢 或者是转移字符 或者是控制序列 那么我们进行光标的定位 或者是字符的删除 等等一些控制的处理 对于普通字符呢 我们就把它直接 显示在这个光标的位置 我们首先 看一下 NR 这个NR呢 是从这个缓程对立当中呢 取出来的 这个字符个数 有这么多字符 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大循环 首先呢 从这个字符对立当中呢 取出一个字符 放到C当中 然后呢 我们对这个State进行测试 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呢 State呢 在初始化的时候呢 是0 我们看一下 那么我们一开始呢 在乘以刚执行的时候 肯定是执行到K40这个位置 我们首先测试这个C的值 它是不是普通的显示字符 如果在这个范围内呢 那么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显示字符 如果是显示字符的话 我们再判断这个X的位置 是不是在这个 我们的行动末尾这个位置 如果在末尾的位置呢 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个换行的一个操作 否则呢 否则呢 我们就直接写字符了 我们看它这个输入操作 这个输入的参数 把这个C呢 付给EX 然后呢 这是在内存当中的 显示内存当中的地址 把属性呢 显示的属性 我们付给AX的 高8 高AH 然后呢 把AX 当中的这个内容呢 就是这个C 放到这个POSE这个位置 就显示在这个 这样呢 就显示在这个屏幕上 然后我们接着进行 向上的这个POSE位置呢 进行变化 X呢 加加 好 就是说我们的列号 还有这个相应的内存的位置呢 我们都要改变 如果说它不是这个 普通的显示字符 那么我们再往下判断 我们就要一个一个判断 我们可小心看一下 它是不是EXC 如果是EXC的话呢 说明这是有可能是一个转移的序列 我们把这个State为置1 然后呢 我们再 这样我们就退出了 这个循环 退出EXC位置循环 我们接着到Vile这块 再取一个字符 到State1这个位置来判断 OK 我们先放到这 一会儿我们再讲E那个位置 如果不是EXC呢 我们再接着判断 这个C呢 是不是这个10 如果是10呢 表示的是换行符 或者是呢 垂直直表符 或者是呢 这换页符呢 我们都执行一个换行的一个操作 如果这个C等于的是13 那么说明呢 是换行 我们就把这个光标呢 移到这一行的手 开始这个位置 接着我们 我们再判断 这个C呢 是不是这个DL 也就是127 那么如果是呢 我们就把这个光标 左边的字符呢 给它擦除掉 擦除掉之后 这个位置呢 用空格站位 C等于8的话呢 说明我们这是 实行backspace 8代表的是backspace 我们就是 向前移动一个删除了 把光标呢 左边一个格 然后呢 调整这个 我们在屏幕上 和内存的这个位置 如果C等于9呢 那么我们实现的是呢 水平质表符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光标 放到8的这个倍数上 这个时候这个光标 列数呢 如果超出了这个 屏幕的最大的列数 我们呢 就给它向下移动一行 我们再看这个 如果也不是9的话 那我们看是不是7 7呢 代表的是响零 那如果是7呢 我们就执行一个sys beep 我们就是 让这个系统的扬声器呢 发出一个声音 这个呢 就是我们state等于0的情况 我们刚才说过 如果等于27呢 说明的是 我们是esc 有可能是转移字符 我们叫state 我们把state之一 这个时候我们再循环过来 再取一个sys的字符 这个时候我们state之一 我们就等转到这个位置来了 首先我们把state复位 接着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是不是这个方关号 左方关号 如果是左方关号呢 说明它肯定就是转移序列了 我们就把它放到state2这个位置呢 进行处理了 这个关于怎么处理 我们一会儿讲完这一部分 再接着讲 如果不是这个 左方关号 那么呢 那么说明这个就不是转移序列 我们就接着判断 看它是什么值 如果是e的话呢 我们把光标位置呢 移动一下 如果是m 我们把这光标呢 上移一下 如果是d呢 把光标 下移行 如果是z 我们就执行response 这个 如果是z 我们执行response的操作 就是说呢 发送终端这个 应答这个字符的序列 如果是字符7 那么我们保存这个当前的光标的位置 字符8呢 我们 恢复这个光标的位置 这里的这个x呢 应该是7 这个x 这x都是7 不是都是c 写错了 这里是 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如果是这个c等于左方关号的话 那么这个state 那么这个state应该等于2呢 这时候呢 等于2之后呢 我们接着 退出来 再循环 我们取一个字符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还是把state置零了 接着进行这 端一2 如果是说第二个字符呢 我们就是再循环的时候取一个字符 然后到这个位置来执行 因为在这个表明已经到这的时候 已经那个表明了 我们这个是一个csi这个转移序列了 首先呢 我们对这个esi转移序列呢 我们把它保存到这个pr这个 首先把这个pr这个序列呢 这个数组呢 给它清零 所以你变量npr呢 它只给它指向首相 然后呢state指向3 我们首先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 这个字符呢 是不是问号 如果是呢 我们就直接 到三极性处理 如果不是呢 就说 不是呢 我们就到三极性去处理了 如果是呢 我们表明了 这个序列呢 是这个中端设备的 这个私有的序列 然后再返回去 再取一个字符 我们到三这个位置 到三这个状态三呢 它就用来把这个转移字符序列当中 这个数字的字符呢 给它转换成数值呢 保存在这个pr的数组当中 如果原来这个状态是2或者是就是3呢 但是这个字符呢 现在是这个 分号 或者是呢 数字呢 那我们就在状态3里头进行处理 如果这个分号呢 我们并且这个pr是没有满的 我们就把所影值加1 然后呢 准备进行下一个处理 否则呢 如果这个字符 是这个数字字符0到9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字符呢 转换成这个数值 并且呢 与这个npr这个 所影像呢 组成这个十进之数 准备呢 处理下一个字符 否则呢 我们就直接跳到这个 我们就把这个状态位呢 给它置4 接着循环呢 再取一个字符 然后到这个4这个位置 我们是没有 到这个时候 我们是没有循环的 没有break 我们直接呢 我们就到4这块来处理了 首先把这个state呢 给它置0 然后我们根据c 是g或者这些值 我们看判断 进行什么样的操作 我们看大多数呢 是进行一个 改变它的 光标位置的 这样一个操作 我们开始看看 如果是g呢 或者是这个 这个号 扁号 那么呢 我们就是光标 用于一颗 如果是a呢 上一行 如果是b 或者是e 我们把这个 下一行 如果是c 或者是a 小写a 我们把这个 参数为0 这个 右一一个格 如果是d呢 我们把 这个 这个参数为0 左一一格 然后如果是e呢 我们 都是go to xy 我们把go to xy呢 我们就略不下 然后到j这个位置 它执行的是这个 清明的方式 csi 之行的是 我们前面讲的 csi 然后csi k csl m p at m 然后最后是 这个 这个比较长的是 case r 它表示这个两个参数 这个设置这个滚平的旗帜 中指的航号 s是save cursor u是restore cursor 这个循环的最后呢 我们就要执行一个set cursor的这样一个操作 根据上面设置的这个光标的位置呢 像显示器呢 发送光标的显示位置 这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console write实现的这样一个操作 最后我们还有两个我们看一下 console init console init呢 用来触使化控制台中断 这个在main.c当中呢 被调音过 我们首先看这里 我们首先呢 根据这个setup.s当这个程序当中取得的这个参数呢 我们给首先给它负一个值 这个是显示器的显示字符的列数 每行字符需要使用的字节数 这个呢 是显示器显示字符的行数 这个呢 是当前的显示页面 0x0720呢 它是擦拭字符 这个20呢 是字符 0x07表示的是属性 我们根据这个 显示的模式是单色还是彩色呢 设置所使用的这个显示内存起始位置 以及呢 显示这个寄存器的索引断口号 以及呢 显示寄存器的数据的断口号 等于7的时候呢 表示的是单色的显示器 这是显示内存的起始位置 BIOS中断这个 安提0x10的功能号0x12呢 获得这个显示模式的信息 判断的显示卡是单侧显示卡还是彩色显示卡 如果使用这个得到的这个参数在bx当中返回的值呢 不是0x10 那么说明呢 是EGA卡 我们把这个设设计的这个显示卡是1g1的单色模式 显示内存的这个末端呢 在0xb8000 这个显示描述幅呢 描述的字幅串呢 是1gm 如果这个 这个bx当中啊 是等于0x10的 那我们设计呢 说明的是单色的显示卡MDA 我们首先设计这个类型MDA的单色形式 那么它的显示内存的结束地址呢 就不是0xb8000了 而是b2000 然后它的这个描述字幅串是MDA 我们看这个IOS呢 是相对于这个的 这个F的 这个如果显示模式不为期呢 我们说明这个显示卡是彩色的 这个时候文本方式下 所用的这个 显示内存的起始地址呢 是0xb8000 这个显示的 索引控制器端口是0x3d4 数据计算机端口是0x3d5 我们还是来判断一下 显示卡的那边 如果这个bx不等于0x10 如果这个bx不等于0x10 那说明是1g1或者vg1的单色 我们设计这个 vdu type1gc 然后呢 结束地址是0xbc00 实际上是可以使用这个0xb8000到0xc000 但是呢 我们这个0.1当中呢 就使用16k的显示内存 然后这是显示字符传 描述的字符传 如果这个bx当中是等于0x10的呢 这说明是c这些显示卡 就使用8k的显示内存 到这里呢 它是说让这个用户呢 知道呢 我们正在呢 使用哪一种类型呢 显示的驱动程序 我们把这个这个描述符呢 给它打印出来 让我们用户好知道 我们是甚至1g1还是Vg1 还是单色模式 还是什么模式 用显示方法呢 是把这个屏幕这个右上角 这个显示在右上角呢 显示这个描述的字符传 把字符传呢 直接写到这个显示内存的先映的位置 这个DisplayPTR呢 它指到这个屏幕第一行右端呢 差四个字符这个地方 减8呢 是差四个D符这个地方 每个字符呢 又是两个字符 又是减8 然后呢 循环复制这个字符串的字符 并且呢 每复制一个字符呢 都空开一个属性 字节 这样呢 就显示在屏幕的右上端了 接下来我们处置画 这个用来滚平的变量 Arigin就是滚平的这个起始的显示内存的地址 Screenend是结束的地址 Top呢 是最低能行号 Bottom是最低内衣行的行号 最后呢 我们处置画当前的这个 光标设置的位置 还有这个光标对应的这个 内存的位置 就是那个Pose 我们设置的这个Keyboard Input Wrap的 它的这个线紧门的描述符呢 是0X21 这Keyboard Interrupt呢 是键盘中断的处理过程的地址 然后我们取消825 859A对键盘中断的屏蔽 允许呢 键盘发出这个RQ1的这个请求信号 这个是呢 读取键盘这个端口0X6A1 85A的端口BB 然后呢 禁止键盘工作 然后又是 然后再允许它 使这个键盘复位 SET BEEP STOP 它用来停止打风鸣的 这个呢 它的功能就是 禁止定时器2 它代表的是呢 风鸣的时间滴答技术 这一段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风鸣的时间 首先呢 我们开启这个定时器2 然后 发送这个 设置定时器2的命令 设置频率呢 为这个 750 把0X637 0X6 放到这个高次方的 这个位置 D字放到这个位置 是 先送D字 再送高次 设置键盘X63呢 就是说 把这个频率呢 设置为750赫兹 然后我们把这个 风鸣的时间呢 设置为八分之一秒 到这里呢 我们把这个 console.c呢 就讲完了 这个程序呢 虽然很长 但是我们看 它的实现呢 我们都能看明白 是很简单的 关于代码呢 我们就先讲这么多 对代码当中呢 关于显示卡的这个编程呢 我们在下一节当中呢 给大家讲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